好我们延续刚刚讲的话 就是我很喜欢引用 这个宽谦法师的一句话 我们学佛的人要 只问歌云不问收获 那说老师这是一句很熟悉的话 它事实上就是事实 为什么 我们要想好 我带来我们的身上 我现在这一起的生命 我带着什么样的业力 我根本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只能窥探一二 是吗 因为从我今生的遭遇 我可以看 我可以猜到一些 但是我完全看不到 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 那个生命的旅程呢 会被什么样的风 吹到什么样的方向去 对不对 因为这个后面的力量很强嘛 可是一定是在累世里面呢 我们曾经 我们曾经被撒下了一些种子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齐聚在这里 连我79个人在这里 我们在聊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在亲近佛法 那也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下过这样的种子 好 所以我们不管过去怎么样的种子下下来 但今天我们知道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知道了说 哎呀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真是一个好棒棒的自由学校 我好想去 对不对 然后呢在这个文字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尽量做什么样的准备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 好像也做不太到 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 可是呢 这个阿弥陀佛又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呢 只要临命终了 你这些都没有准备 也许 也许你平常 你过去生 就是 你这个五六十岁的生命 当中 你没有吃素 你也没有出家 那你也结了很多杀业嘛 因为你 你如果吃小鱼小虾 你跟他的生命之间 就有很多的牵连 他说没关系 那你 你在临命终了的那段时间 你可以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号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接你去 对不对 那我们就朝向 这样子的努力目标 他比较 比较明确有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做 那为了要让我在 临命终了的时候 可以一心念佛 那所以我现在脑袋 清醒的时候 我就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 这样可以吗 所以当法师跟你讲说 哎呀 你要一天念一万身佛号 你要知道 念一万身佛号的功能在哪里 那个功德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每一天都在念佛 你习惯在念佛号 所以当你在临命终了 你要面对那个死亡的恐惧 你要面对生命终了的那种 那种不舍 或者说我不甘愿的那种心情 什么样的念头 会冲进你的脑袋里 对不对 那就是靠我们现在的学习嘛 懂我的意思 所以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给你的功课 每天念一万身佛号 你要想清楚 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叫功德 就是说什么叫功德 就是掌养我自己的能力 掌养什么能力呢 掌养我 我更坚定我的心情 要去西方的一个愿力 那我在那个最后 那个四大波里最痛苦的 就是最 我们我们形容就是说 我们对生命最眷恋 最痛苦的那 最后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这个念头 我希望它能够占据 我的我最后的思维 我希望是这样 我所有前面这些努力 都是为了那一瞬间 好 我可以非常自在的 告诉我自己说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去西方了 我希望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说 老师那一定会吗 我们谁也不能跟你保证一定会 好 那但是我要讲清楚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 因为那里是一个 很好修行的地方 那里有你所有的善因缘在那里 那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可以可以 可以让你把你之前所有造的恶业怎么样 慢慢的把它洗干净 慢慢用修行的方式呢 把那些习气揪扭转过来 这是我们多么向往的事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 我今天为什么要在上课前 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朋友啊 你接触佛教 你进入净土中的时候 你就会拿到了很多的功课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老菩萨 他们在车上也好 在任何时候 他手上拿一个念佛的技术器 大家一定有看过 长得像一个戒指一样 就念一声按一下 念一声按一下 然后他会看一下 他每天在做这个功课 因为他要念一万遍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是接受这样子的功课 应该可能有 好 今天在空中 我觉得我面对的完全都是不认识的人 好 那你 我要 真的是很真心的劝告说 你这念一万遍不是在积点数 不是在积那个全联的点数可以换平底锅 不是这样 不是说我今天一天念一万遍 所以我现在到我灵命中了 我可以念几十万遍 几百万遍 我可以拿这几百万遍去换门票 或是换那个那个头等舱的那个那个机票 就是阿弥陀佛来接我的时候 我一定可以上的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的 好 不是这样子 你念一万多遍 或者是说你超经 或者是你拜灿 或者是你去做志工 或者是你去布施 所有所有这些都在改变我们原来的 恶习 改变我们原来的习气 把什么东西改掉呢 把我们的贪嗔痴漫移去掉 这些贪嗔痴漫移 造就我们成为去做很多恶事的 做很多结很多恶因缘的这个后面的驱动力 好 那你说老师我没有 你最好没有 如果你没有贪嗔痴漫移 你就不会长成一个人啊 我们今天会投胎是一个人 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欲望来的啊 我们在欲界啊 对不对 我们是人啊 你说没有老师我清心寡欲 你最好清心寡欲 因为你醒来你就会肚子饿啊 这就是欲望嘛 对不对 你看到火在那里烧的时候 你的手就不敢靠过去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个 你靠过去会痛啊 你为什么会痛 你为什么不敢靠过去 因为你怕痛啊 是不是这样子 怎么会没有欲望 我们当然是有欲望 因为我们就是个人生嘛 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这个三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 带着这些东西来 那这些 这些贪嗔痴漫移的这些种子 有些人严重一点 有些人轻微一点 但是这些东西都会把我们的生命拖得很重 拖得很重 就是我们会跟很多很多的事情呢 产生非常没有办法剪断的连结 那这些连结呢 就会影响 在你活着的时候 它会驱动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去伤害别人的事情 当你临命中了的时候 它会拖住你 它会拖住你 你念一千万声佛号 在那个最后那一刹那 它会拖住你不让你去 这样的吧 我跟大家分享过 有的人现在已经念了几百万声佛号 突然间问我说 老师那我怎么认得 那个观世音菩萨是哪 是长什么样子 我发现我去每个道场 观世音菩萨都长不一样 那到时候我怎么认 好 你没有你没有那个信念 你没有那个愿力 你还在意那个观世音菩萨长什么样子 那你怎么去 我真的觉得很 很悲悯 就是说你用了这么大的力气 可是你一直脑袋里面是想的 我在交换 我在交换 这要赶快把它 把它抛弃掉 好 大家不要误解说 我就跟你们讲不要做功课 功课要做 功课要做 为什么 功课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练心肺啊 练这个肌耐力一样 要改变你身体的品质 体质啊 我们讲一个一个精神上的体质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这部经 因为这部经呢 他前面讲的 好像很虚幻 就讲的一个 哦 法杖比丘 他立了一个大院 他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国度 让大家都能来 他那个愿有多大 他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来 而且要让所有的佛都帮他做广告 记不记得 他说要让所有十方所有的如来 都跟他的佛果的人讲 有我这个国度 然后大家都帮他做广告 说你们下一生不要留在我这个国度 你们要去那个阿弥陀 他的愿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要弄清楚 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愿 他是要抢那个KPI吗 他要抢那个业绩吗 就是我是人口最多的佛果 不是吗 不是吗 因为他 他有那个信心 他所建造的这个国度是 最美好的 最适合修行的 所以他的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成佛 这样要弄清楚这个逻辑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 就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就用我们人的思维来想 我们用很简单 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去想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这个大圣这两个字 那大圣我们再次强调 他是空间无限大 时间无限长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看成是一个无限长的生命 无限 时间无限长 那你就不会去在意说 你这短短的 几十年当中 你做了多少改变 然后你就认为 我可以拿到一张 我可以拿到一张保证的票座 那我不管 我怎么死的 那一瞬间 我就会被阿弥陀佛接走 不是这样 但 所以我们不要去想那个保证班 我们只要想说 在我有生之年 我做什么样的努力 可以修正我原来带来的那些 让我的生命很沉重的那些牵盼 那我在每一个时段 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年 我在努力的去改变我自己的当中 我的生命就起了变化 我本来 理所当然会造的恶 我就开始觉得 哎呀 不要 可以不要这样做吧 那甚至于我们从来没有去做行的善 就会觉得说 那我也可以去做做 在生命的 生命的那个内容 那个色彩当中 就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于是 我的这一期人生呢 就不是我原来带来的那个样子 这叫做修行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的业障很壮 我要改的习气太多了 那我没有什么指望 那所以我们讲大圣的 最基底的那个 告诉你说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能成佛 如来而上 真如本性 那个真心 或者说 那个我们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 释迦牟尼佛一直要 一直要给我们的信心 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 有改变的可能 所以我们要搭配上 这个信心 就是说 不管 不管你 你今天 业障有多重 我们讲说 我就是业障重 你看我永远都碰到坏人 我永远都是 怎样 我连等公车都永远都是 我到公车站 然后公车就跑掉 你觉得你就是一个 很倒霉的人 然后我就是业障重 做什么都不顺利 这个佛教最感人的事情 就是告诉你说 不管你过去生 造了什么样的业 不管你多晚才开始决定 要改变 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 我们要相信这个 要不然我们就不用读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这里 我们新的一年开始要 接续无量寿经的时候 我想给大家一个 这样子的复习 希望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就更清楚明白的 在读 那净土中可爱的地方在什么 它听起来好像很科幻 就是很遥远 有一个地方 可是它要你做的事情 都很实际 我们接下来要看 就是说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这部经 前面是法杖比丘建立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后面他就告诉你说 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个里面的人 就在那边的人 他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那我们呢 在没有去之前 要先准备好 先准备好 譬如说 我常常举的例子 就是批语呢 就是说 你要去某个地方旅行 你要参加一个旅行头 那你要先去听说明会 好 那这个旅行社的这个 这个负责人就会出来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 我们这一团 我们要去北海道 就是黑布立山 很冷哦 所以各位要保暖啊 什么 然后那个地方很干燥哦 所以大家 因为我们是在海岛型的气候 所以我们的皮肤 习惯于湿气很高 那所以你们要准备好 什么什么什么 要准备什么 对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走很多路哦 所以呢 你要穿好走鞋 那甚至于 如果你参加更 更 这个费力一点的团 那可能导游跟你讲说 那你这 这段时间 可能你要每天 都要去 去公园走 走 走 走两万步哦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第一天就累垮了 累是这样子 那不管是观无量寿经 还是这个无量寿经 它都具有这样子的特质 就是说 你现在要做哪些准备 好 包括像我刚刚讲的 去公园走路走两万步啦 或者是说 怎么样 要准备哪些东西 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尤其是观无量寿经 但还记得嘛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那个西方极乐的画 极乐世界的画面 深深的印记在我们的脑海里 好 那 这一部经呢 就告诉你说 你从现在开始 最好做好准备 好 那 我们来看 三十五 第三十五 我们来看看 释迦摩尼佛说什么 他说 这释迦摩尼佛是跟弥勒佛讲 好 跟弥勒菩萨讲说 如等能于此事 端正 端心正义 不为众恶 好 甚为大德 好 他就开场就是讲说 你先不要想 你先不要想 你去了那里之后是什么画面 所以就回到现世 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三十五 第三十五品很有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看着看着 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该准备些什么 他说 他说 甚为大德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大德的意思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能够在这一生 从现在开始 就端心 端正心意 不要 不要再做 不要再造恶 那他说 所以者和 就是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这是我们看 我们看佛经 已经 应该已经习惯的了 就是说 他 他 他总是自问自答 就是说 先讲 先讲一个 一个 一个主题 然后就是说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他说 十方世界 善多恶少 亦可开化 他说 这十方世界 大部分呢 大部分 他就讲了 大部分呢 都是 善比较多 恶比较少 所以呢 要 要度化呢 容易多了 但是呢 就是你们 就是 他跟 弥勒 讲 就是说 他不是讲 弥勒菩萨你们 他是讲 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 他说 这个 这个五恶世间 就是我们讲的 五卓恶世 大家记不记得 五卓 大概应该还 还记得吧 就是 因为由于我们的 见着 烦恼着 因为我们 本身 本身 我们的 就像 心经讲的 那个 无名 好 无名是什么 我刚刚讲了 无名就是我们 生命的本质 为一个人 我们今生 之所以为人 我们就有一个 基本的本质 那就是什么 生存的欲望 那生存的欲望 衍生出来 就是后面这些 好 那所以 建筑 烦恼 造成的 造成的 命着 众生着 所以整个 这个时代 我们所处的 这个世界呢 是一个 五卓恶世 就是充满了 好 充满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最为巨苦 你看那巨是 非常巨烈的 意思 非常的 非常的苦 所以苦特别多 好 我精于 他们两个 好像是旁观者 聊我们 就是说 这有点像 这个 这有点像 这个 我们讲说 假班的老师 然后再跟 再跟这个 一般的老师 讲说 哎呀 我们这个班 那你看嘛 你们班都 学生都很好教 那我们班 就特别难教 类似这样子的话题 就是说 你可以这样想象 就是他们两个 在聊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聊 因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米勒是下一个 要来 出回世界的 所以 斯嘉摩尼佛 得先给他 先给他上个 这个行前教育 就是说 你要知道 这个 这一班学生 是很难教的 我兼于此 做佛教化群生 做什么呢 我就只有教他们 令舍五恶 那去五痛 离五烧 那强化其意 强化其意 令持五善 获其福德 所以 我做的事情 我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这些事而已 我们 我们 重复一下 那这五恶呢 是什么呢 杀 后面我们会 不是我们 就是后面的经文 会一项一项来讨论 那最 最值得讨论 应该是最后一个 但是 没关系 我们从第一个看 这五恶呢 就是杀到 遗忘卷 就是 我们的 这些娑婆世界的人 最 最常做的事 这样讲了 最常做的事 那为什么会最常做这些事 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漫移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贪嗔痴漫移呢 因为来自于我们那个无名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求生的那个本能 我之前有跟大家谈过 那个求生的本能 除了 除了我要活下去之外 我还希望我的生命能够 无限的延长 就是 那个繁衍后代的那个欲望 好 所以我不是只有觉得说 我这一顿吃饱了 我就够了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 随时都有食物可以吃 所以我永远都不够 不满足 所以 所以要 要买很多的菜储存 那要累积很多的 要累积很多的财富 才能够让我们安心 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杀到淫望久 我们说那是五恶 对不对 那 我们也知道说 在皈依的大典上面 我们要发的是 这守着五戒 就是要去除这个 要去除这五恶 好 那 我们没有想过的是说 那这五恶是什么意思 这五恶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教化我们的时候 帮我们挑出来做好的归纳 我们最常做的这些事 好 那 你不要不承认 在这四个 在这五个字里面 你说老师我就不喝酒 好 我们第五 第五天我跟你讲 酒是什么意思 好 那 那这五 这五种恶事呢 在 在现世间 好 在这个 这个人世间 好 就是 活着的时候 好 就会有 五种痛 好 五种痛 就是 我们说这个叫做 我们说这个叫做 现世报 那有个专有名词 他叫花宝 或者是我们讲就是现世报 就是现世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会痛 会有一些不舒服 我们叫花宝 比如说 你 你这个 不只是说会被法律惩罚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说我杀 我不是 我没有杀人 我只是 虐待小动物 那 我不会被抓 好 或是说 或是说我杀蟑螂 好 我们常举例子 我杀蟑螂 蚂蚁 那有犯法 好 他告诉你这个 这个痛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纵容你自己取别的 众生的生命 的时候 他会掌养你什么 掌养你的杀业 就掌养你那种 笨 就是 称心 就是说 你会用这样子的一种 暴力的方式去 处理你的事情 那这个就会 这个就会让你的 生命的本质 就是你的整个人的 个性呢 会趋向于那种 暴力的方式 那你就会在 别的地方 你也是用这样子 一种 用一种杀的方式 用杀气的方式 来处理 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在现世 就会遭遇一些 很不舒服的事情 这叫五痛 就是说 由五恶所造成的 的现世暴 那这个五烧呢 是什么 这个烧谈的呢 就是果报 我们讲说 花是 就是开花嘛 那果就是 花开完了之后呢 来 结的果 好 那这个烧 这个五烧呢 他谈的就是果报 那当然果报 就是讲的 就是下一次了 好 所以 所以他说 我要 劝这些 这些 娑婆世界的 这些人啊 好 要舍掉 五色 就是五恶 就是不要 不要再去犯 尽量离开 这五种 五个 五种恶行 好 那么就会 少掉 现世的这些痛苦 这个花报 那就会离开 好 脱离 脱离未来的报应 好 然后 想化其意 就是去 去改变 改变他们的心意 让他们 持五散 那五散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不杀 不道 不饮 不忘 不久 好 就是刚好 就是翻过来的 让他们能够 获取功德 好 这个是 嗯 他的 他跟这个米勒菩萨的 开场白 就讲说 你知道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说活世界 做什么 就做这些四尔雅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 那我讲的这五恶 是哪五恶 然后他就开始讲 好 第一个 他说世间诸众生类 好 为欲众恶 为欲为众恶 强者扶弱 好 转香 克贼 残杀 残害杀 伤 叠香吞干 就是会互相吃啊 好 不知为善 后受央法 好 那 嗯 我们在这里谈一下 好 为什么 为什么五恶 第一恶是杀 好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杀 杀最 摆在前面 好 嗯 我我看到古 古大的就是这些大师们 他们在解释 我觉得蛮有道理 他说你人最怕什么 你最怕 你最怕死 对 你最害怕的事情 你你你自己应该是最害怕 生命被夺取 对不对 好 可是 所以你去夺取别人的生命的时候 那个另外那个众生 应该是他最害怕的事 所以这个是第一名 这是第一名 所以你要随时记得 你在取别的众生的生命的时候 他的那个恐惧 他那个恐惧是很严重 你要想象如果是你 对不对 那个狮子老虎来吃你的时候 你你觉得那个心情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呢 他就说 你看看这些人 好 你看看这些众生 他们就互相在杀 他互相在杀 他们互相在做自己最害怕的事情 好 这是他提出来的第一个 那 那 这是事实 就是他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叙述我们说过世界的 第一个他觉得最可怕的事情 好 他就说 世间诸众生类 欲为众恶 好 那么强者服务 就是强的 就去欺负小的 好 然后呢 那转向克制 就是说谁强 谁 强的欺负弱者 对不对 那这个强的又被更强的人欺负 这样子 残杀 残害杀伤 好 然后互相怎么样 蝶香 就是说你吃我我吃你 这是一个生物链 我们在讲生物的时候 有讲过 不知为善 后受央法 好 那 那你说老师 那有时候就是没办法 好 没有办法 就是 譬如说这个 狮子老虎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在草原上面只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 会觉得说 那 那是畜生道 因为他没有办法 改变他的隐私习惯 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行为 那我们就要以此为戒 好 所以他就倒过来讲 他说 固有穷气 我们知道很贫穷 然后乞讨 就是乞丐 孤独也没有问题 好 就是没有人照顾你 好 那龙芒 那龙的 龙的 或者是眼芒的 这个暗亚就是不会讲话 亚巴 好 吃饿 这是脑袋不清楚的 那这个 这个字 好 我解释一下 这个字好像那个台语的那个先生那个 安 他是 拜咖 他是这个字 好 就是 就是拜咖 就是 就是身心障碍 简单的讲 他说 皆因前世 不信 道德 不肯为善 好 就是他讲了说 你知道这些 这些人 他们 今生在受这些苦 都是来自于他过去生 所造的恶 好 不肯为善 然后呢 也有一些什么 尊贵富豪 贤明长者 那智勇财达 那都是因为 术士 他又慈悲 又孝顺 善修积德所致 好 那世间由此 目前现世 寿终之后 好 你看到的是 现在你看到的 好 所以你要细想说 他过是 过去生 所带来的恶业 那寿终之后 入其幽名 转生寿生 就是说你 你接着你 你要投胎 变成什么 好 改行异道 所以才会有 尼离是什么呢 是 地狱 好 你会去地狱 地狱 然后畜生 好 禽兽 捐飞 辱动之处 这些都是 虫啊 那些 好 那他在这里讲的 他在这里讲的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解释 这件事情 好 我们要怎么去观看 这件事情 你要看得懂 好 看得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不同的 不同的生命的故事嘛 就我们是长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是穷的 还是还是有钱的 那我们聪明 还是很笨 那长得很漂亮 还是很丑 好 那会不会讲话 唱歌好不好听 这些这些都是我们 累世带来的业 好 好 我们在佛教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哦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生命的 生命的不同 但是你不可以幸灾乐祸 懂吗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你不可以拿来讲说 你看到一个 一个人在 在 一个人他 白卡 或者他 他四脏 你说 你看他就是前世 造了恶业 所以你看 这个就报应 不是不是要这样看 是说 他不管他前世造了什么恶业 他今生在受苦 我雌性要从你自己心里发出来的 他在受苦 他看不到 好不方便 那我可不可以帮他 而不是去观看说 他就是一定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所以他这辈子什么眼盲啊什么 因为我们佛经上有写 你要很小心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用什么态度去看这件事情 的确没有错 我们知道我们今生的生命是 来自于累世业力的累积 来自于这样子的累积 没有错 但是 我们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觉得别人是活该 你 你说老师 我这样想他也太太不知道啊 我跟你讲 他不知道 你知道啊 你的心 就起了变化 这样的吗 你的恶念就起来了 你的慢心就起来 你觉得你好幸福 那个慢心 这个要很小心的 我常常举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 比如说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对不对 某家家里面 整个家全毁 全家死光光 某椅 好幸运哦 他们人都不在家 就没有死 所以这某椅这家就讲说 啊 主上积德 主上积德 他们全家死光光 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 这样想法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你说 怎么会不对呢 本来就是这样 因缘果报 不是 就算是因缘果报 那 你的慈心要 从此刻发起来 我们感恩于 我们的幸运 但是我们悲悯于 别人的不幸 我们不可以讲说 不干我事哦 活该啊 他们 谁叫他 他累死 不是这样子 今生 这今生 这些 这些暗雅的 盲人 天葬 或者是 掰咖的 或者是在受苦 甚至于是 发狂的人 我们都要能够想象说 他被他的身心的 残障 困住了 好可怜 好可怜 那 我有没有能力帮他 我可以尽我 什么样的能力 去帮助他 如果我都没有办法 帮助他 至少 我要很感恩 我现在拥有的生命 我可以尽量 好好的善用 我这一期的生命 这是我们在看待 这种因缘果报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好 那 千万不要讲说 我心里怎么想 他也不知道 我不会啦 老师 我不会去人家面前 讲这种很白目的话 你只要起这个念头 你知道 你起了这个念头 你的恶念就 撒下了一个种子 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生命就有了 一个恶种子在里面 这个 这个很 这个很重要 好 然后我 我很怕说 当你看 看了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文字之后 你会倒过来这样想 就不是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经文要这样写 他只是要警告我们说 那你要好好的过好 你现在的这一生 他说 譬如释法 就不限制的 的法律啊 有牢欲嘛 就是你 你犯了错 那被判刑 你就要去坐牢 或者是你要受到 受到很苦的疾刑 好 那魂神命经 随 随罪趋向 就是说 你所犯的罪 会把你牵到 什么样的惩罚去 那所受寿命 或长或短 相相重共生 更相报场 好 那么 殃恶未尽 终不得离 辗转其中 累结难出 难得解脱 就是都很困难 非常困难 因为你造了 这些恶业之后 你会被他在那里 一直牵着走 好 痛不可言 天地之间 自然有事 虽不及时 报应 这个报有点像我们讲那个 那个 读报章杂志 那个报 那么善恶会当归之 就是说 这句话简单地说 就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善恶会当归之 就是总有一天 就会出现的 好 那 这一段在讲的 就是说 你 你在 你要思考到 你的杀业 你在 你在想 你在 你在起了这个杀的念头的时候 那个恶念 那 当然他的逻辑就是说 你现在现世间看到的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一旦 一旦被 被 被调到 就是说 我们 如果 轮回到地狱去 的时候 为什么会 出不来 因为你在受苦当中 你根本没有 力气 休息 你只有抱怨 痛苦 对不对 称恨 对不对 你这样的吗 所以 在那个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一直 不断的 不断 就像我们讲 无间 就像 就像那个 煎熬 你 不要让你自己 掉进去 那个 那个状态 好 那你说老师 那 那下一辈子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现在的心情 我们现在的心情 就是 当你 当你发现说 你真的很生气 你真的 你察觉到你的念头说 我很讨厌的那个人 他为什么 还活那么久 你知道吗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思维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可恶 然后他 他89岁 90岁了 还不死掉 我们有时候 讲这种话 好像很寻常 对不对 你说 这有没有犯傻业 有 我跟你讲 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 你一旦 你让你自己的脑 脑袋瓜 启动这样子的念头 恶念的时候 你知道 你就会在那个上面 一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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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你习惯用那样子的方式 所以我们如果察觉到说 哎呀 我们有这样子的念头 起来的时候 赶快把它停止掉 好 所以 为什么我们讲说 读经是没有错 好 我们不管是读 净土的经 还是读 法华经 还是读 金刚经 不管读哪一种经 都是好的 因为 他都让我们认清 我们生命的本质 但是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能够非常清楚的 去察觉我的念头起来 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抱持着 什么样的心情在做 这样子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你今天 你今天去当志工 你是开开心心的 去农产室也好 或者是这个进司堂也好 你去值班 你是去擦窗户也好 扫地也好 洗厕所也好 这个环保回收也好 不管任何一个工作 你要想清楚 你为什么去 你为什么去 对不对 就我们要 我们要练习这样子 好 你知道 是为什么生命要这么 为什么生活要这么辛苦 不辛苦 我跟你讲 你想清楚之后 生命会越来越轻松 好 你是因为 因为那师姐一直叫我去 我就不好意思去 其实我就不想去 好 我天气那么冷 为什么要出门 对 所以说 如果你 你有这样子的心情的时候呢 那你 你需要 你需要认真的去想一下 那 那你可以不要去 呈现第一步来讲 你不用那么 你不要那么的委屈的去 好 那 可是就好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很欢喜的去 我很愿意去 好 那你就去 然后去了之后 你就开始做你的事情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师姐 跟你讲说 你怎么可以把某步这样乱放 想说 怎么那么凶啊 对不对 怎么那么凶啊 啊我放错了你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放这里啊 另外 啊不是说要说好话吗 不是说要心生戏理吗 就开始烦恼起来 对不对 烦恼起来 啊不是说到场的师兄师姐 都都都都认很好吧 怎么这么拍 这么拍 然后就想说 他也会下地狱 对不对 你看 你去 你去做一个志工 然后 不过只是碰到 有一个人讲话 跟你讲话大声一点 你起了这么多个念头 你有没有察觉 你有没有察觉 好 那你说老师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有一个人跟你大声讲话 你才会 我不舒服 我不喜欢听到这样子 我不喜欢 我的确不喜欢听到人家 用这样子的口气 跟我讲话 我不舒服 然后再想一下 我才不舒服什么 对不对 我不舒服什么 哦原来我希望 别人对我讲话 都很有礼貌 如果你有念经书 你就知道 没有那么好希望的嘛 是不是 好 那你如果更进一步的 长养了很多的 很多的慈悲心的时候 那你就回头看 那个凶巴巴的那个师姐 你看着他的 你看着他的脸 你的慈悲心会不会起来 他凶巴巴 他也不舒服 对不对 你会不会去想到说 他会不会是身体不舒服 或是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被他老公骂 因为他老公不正常 他出来做职工等等 你看得到 看不到他的辛苦 那么这时候 那个讲话口气 就变得不重要 对不对 就变得不重要 那你会觉得说 哦 原来我把抹布挂在这里 让他不舒服 因为我把抹布挂在这里 让他不舒服 所以他才产生了 讲的话 让我不舒服 所以我们两个都在 不舒服的状况之下 但是因为我有念法画经 我有念金刚经 因为我有 我有好好的观察自己 所以我愿意 做那个先让自己 舒服起来的那个人 我不要再继续不舒服啊 我不喜欢 我要我的生活都舒舒服服 所以 那我就可以笑笑地说 不好意思啊 那我应该挂哪里 不好意思 我不常来 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子 去操作的时候 对方不会再追着你 一直骂 他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可恶的人啊 你知道 他也许 不会马上轻声戏 他就会讲说 那你不知道要问啊 那我不都应该 过到那里啊 怎么会不知道 下次要知道 好好好 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们平常没有修行的人 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就输了 什么叫输赢 只要你在生命当中 一天到晚去跟人家比赛 我跟你讲 先出手去化解 化解纠纷的人 就赢 他就是强者 这样的吗 因为你比较 因为你的心比较大啊 因为你的宽容心很大 所以你才会去出手 你才会觉得说 哎呀 那个发脾气骂我的人 好可怜 他心情很不好 他的称心起来 所以他的心 被那个称慧心给烧灼着 是被烧灼的 我是清凉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拿着 我的清凉干露水 去倒他呀 所以我们在想 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条件是 你有没有在观察 你自己的念头 而你观察 你自己念头 或者说你在处理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的愿望是不是对的 所以当你在读 这个净土中 在讲那个八功德水 那个清凉的 甜美的 长养 智慧的 你有没有感受得到 让这些东西 在你的生命中串联 这样的吗 我们读净土 一定要这样子 好就是说 我想要去那里 对不对 那我要想象的 我的生命要慢慢的 慢慢的变成那个样子 好那 在我们现在 说过世界的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会碰到 灼嘛 我们就 我们就是在 五灼恶死啊 我一定会碰到灼 我一定会碰到 不如意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会问说 那老师我看你每天 都好像很 很自在的样子 我上课 我当然是要这样子 你说那我生命 除了这两个小时之外 我的生活中 有没有 有没有很不舒服 当然有啊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每样事情 都可以处理的很好 当然也不是啊 可是我们努力的 好努力的让自己轻松 努力的让自己轻松 好这是我们的愿望嘛 就是从我开始上课 到现在都讲的 就是说我们 不能够去要求说 我立刻立马 我就 我就完全换 脱胎换骨 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们慢慢的改变 那我们有信心 我们一定可以改变 这几个条件 我们加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 这个 着势恶苦的这瓶的时候 不要那么害怕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的 没指望 觉得说 那真的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情 我们知道 你看啊 释迦牟尼佛一直在讲说 我就是在教他们这些 那我们就尽量 从释迦牟尼佛 留下来的教材里面呢 去找寻 我们可以学习的 好 好我们继续看经文 接下来讲第二项 好 那第二项 就是撒也完了之后 撒 接着就是什么 道 好 但我们知道道呢 是从贪来嘛 对不对 好 其二者 世间人民不顺法度 奢 淫 骄 重 任心自知 居上不明 在位不正 现人冤枉 损害 忠良 心 口 各意 鸡尾 多端 好 尊卑 中外 更相气狂 好 就是他在 这一整段话 在讲的就是说 他是观察到 人 人类的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就是 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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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简单讲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很多 所以 其实有很多的情况 都是我们贪念所生 这是本来 如果你说 我就有钱 我就是有这个能力 这样享受 其实 这也不对 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 掌养我们自己的 那种 贪念的心 有一天 你的胃口越 越痒越大 越痒越大 的时候 你就会去想要 要你能力 范围之外的东西 那 我们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那种 那种 谚语啊 就这样说什么 小喊 大喊 对不对 好 就 小喊 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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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不但能够理解 这种理语啊 我现在既然也 也偷栽不到 这个不啊 我也 我也 不可 我去偷牛 我去哪里偷牛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小的那种 那种贪念 你不 你不去 你不去解决掉 好 那将来就会有一天 这个贪念呢 会把你带向一个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负担的一个状态 好 那 到这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 我 我可能讲过的故事啊 就是 我在当老师 我在当国中老师的时候 有一群很聪明的小孩 那 他们 做了一件 就是说 我在带班级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说 你们要照顾弱小 就是说 因为常常班上有一些 成绩不好的同学 他们从小可能就是 别的老师都会觉得 因为我们在那种很深学 深学力挂赛的学校啊 那 那 很多老师啦 我觉得真的 我不想批评别人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我很生气啊 就是他会觉得说 这些成绩不好的同学 都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数 给拉下来 好 所以 就很让带着所有的同学 去仇视那些成绩不好的小孩 那 我在带班的时候 我就会很强烈的跟他们讲说 我们是要互相帮助的 那你不可以欺负 那 尤其是能力弱的 比如说他可能 他可能这个 有一些些障碍的 那我们就要照顾他 所以我就会找一些 比较强势的 的同学 说你要照顾那座 就有一天 他数学老师在跟我们讲说 我们班作弊 考数学作弊 我以为怎么回事 就那我们班 那个数学最好的那个 就 帮助弱小 他就 你这样懂吗 然后 我会把他叫来 我说你 你在搞什么 他就说 你不是叫我要照顾他 你不是叫我照顾他吗 他如果再考不及格 他会被他妈打死 那 就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学生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 三十几岁吧 我是在想说 对 我们怎么样跟小孩讲 你不可以作弊 那作弊这件事情 它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 它是 就是说你要去作弊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是欺骗 对不对 我们先不要谈犯校规 这个 这这么处 这么浅的 这么浅层的意思 就是说 你会去做这件事情 好 作弊跟偷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 你去拿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作弊是 你去拿 不属于你的分数 对不对 那偷东西 你去超商 偷东西就是 你不想用钱去买 你没有能力买 可是你想要得到 所以你就去偷 你去拿 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没有勇气去面对 我生命中的缺陷 我就是得不到 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应该要长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我已经不再像是婴儿一样 我得不到 我就是一直哭 是不是 那成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必须要认识到 有些东西 它不是我的 就不是我的 那 好 所以那个学生 给我这样子一个命题 然后他直直的问我说 我是真的帮助弱小 好 那 当然我当下跟他回答 我说 可是 现在犯校规这件事情 我说世间法 我现在用佛教语言 但是在30岁的我没有接触过佛教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些道理 我只跟他讲说 犯校规是事实 那我们要遵守法律 这也是你们上学要学习的项目之一 我们不要去管那个法律合不合理 你今天犯了法 你就要接受惩罚 你犯了法 不管你任何理由 这个要慢慢去沟通的 要不然他们从小都学了罗宾汉的故事 廖天丁 是不是 劫富济贫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你觉得这样子的故事是对的吗 除了看了以后很过瘾之外 那个价值观是不对的 对不对 我说那 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 社会型的动物 我们为什么要有国家 为什么要有法律 就是因为我们要这些法律 保障我们的安全 那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法律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必然 我们在成长 我们要成为这个 这个社会化的人 我必须要学的 我说你们上学要学什么 就是要学这个 好 那所以学校要怎么记你们过 这个老师要怎么处理 都 你都要 都要 非常 谦卑的接受 好 但是我说 但是我 我是老师嘛 我了解 老师的心情 说你去撒难一下 看他 可不可以原谅你 就是 那 我说 至于你刚刚讲那个 我是不是帮助 弱者这件事情 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好好回答 我记得那时候 我想了两个月 其实我没有佛法 在后面做知识 我只能靠我自己脑袋想 但是我觉得蛮庆幸 是我还想出了一个 还不错的道理 跟他们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这不是在帮助他 你要去帮助一个弱小 你不是无条件的 给他一个 他 他 他没有能力 想用的东西 你只会让他 越来越弱 是不是 你长养了他的贪念 你长养了他的贪念 然后你让他感受到 他自己 更加的弱 你没有让他抢壮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我跟他们这样讲 所以我说 你不要以为 一个谎言 好像很简单 或者说一个 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是 一旦他 一旦你们都觉得 用这样子的方法 可以去处理 可以去得到 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起了变化 你长大会越要越多 我那时候是跟他们这样讲 我说 所以你是在害他 不是在帮他 你真的要帮他 是你可以帮他复习功课 好 你可以帮他复习功课 你可以保护他说 当他数学考不及格的时候 同学不可以笑他 他是我造的 你不可以笑他 那至于他妈妈会不会 因为他数学考不及格 把他打死 我跟他讲 我真的没有听过 因为成绩不好 妈妈把小孩打死的 这你就不用担心 这种家庭 家庭悲剧的事情 但是重要的是 重要是你不可以帮他作弊 这样 那我要讲 我要分享这个过程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常常这些很重要的关卡 被忽略掉 常常我们接收到的是 一种莫名其妙的 不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就认为那是对的 那这就很小心 因为 这就是讯息嘛 你说你 你去到那个烧烤店 你出来你全身都烟味 这是很正常 对吧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 我回家 然后人家就说 你抽烟啊 我说没有啊 我没有抽烟啊 那你全身都是烟味 想了半天 哦 去吃烧烤 那个炭火烧 好 所以我们从小被熏洗 这是我们认知的 我们现在这一生 我们知道我们去被熏洗的 那我们之前被熏洗的什么 不知道 好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经文 释迦摩尼佛 他在跟 他在跟这个弥勒菩萨讲什么 他在讲这一般学生 我们把我们把我们的 娑婆世界所有众生 想象成释迦摩尼佛的一般学生 他在跟他讲说 你知道这一般学生 他们的习气是这样 就是那个贪心 是他们本质具足 本来就具备的 所以他们才会贪得无厌 所以要矫正这件事情 这样子懂我意思吗 我们先得承认我们的残缺 我们才愿意去做附件 如果你从头到尾 当我们在读佛经的时候 当你听到这个贪嗔痴慢疑 或是杀到淫忘酒的时候 你想的都是别人会犯这个错 我不会犯这个错的时候 那你的修行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愿意面对自己 你说我们有没有 当然有 对不对 当然有 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么诚实 这么细微的去承认我们自己 是不是 我们那你说 贪什么 贪各式各样的东西吗 只要是 只要是 本来不应该是我有的 那我希望得到 或者是说 我对于我现在的生活 或者说我对于我能力 可以负担的生活 我有很多的不满足 我有很多的不满足 好 我 我也想要 一辆宾司车来开开看 好 这样懂吗 这样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个念头 有没有闪过 大家各自 各自 处理吗 对不对 有吗 有那就要处理啊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都没有 有啦 好 那重点是 所有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要往自己身上照 你不要拿一个 哪一个照妖精 每天在照别人 哦 哦 我发现了 我姐姐有 哦 我发现了 我弟弟就是这样 我发现了 我们家那个邻居 哦 那个管委会的 那个 那个主任 这些东西都是要照自己的 我有没有 如果有 不要不好意思 就是处理它 就是处理它 因为我得相信说 这些东西是我本来 身为一个人 它具有的这些条件 就像我们会肚子饿 那我们会皱 会老 好 那我们 时间到了 我们就要去尿尿 我们会 我们有各种的 自然的生理现象 这也是属于其中一个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认真的去面对 那我们的生命的品质 就会慢慢慢慢 不一样 好 好 那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他说 你说老师 这实在是很难堪的 那这样讲 好像我没有那么 什么损害忠良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 他讲的是一种 概括的范围 就是说 那 你的贪念会 造成这些 这些结果 好 那称惠于吃 欲治后己 就是说 想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让自己 拥有多一点 贪欲多有 欲贪多有 厉害胜负 就是会去比较啊 那结粪成仇 这个字是仇 那你这个贪 就会长出什么 长出成心来 不开心嘛 好 那就会家破身亡 所以他的这个衍生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西海淘班卜 你知道老师有这么严重吗 你不小心就会这么严重 好 不顾前后 富有的人 就是迁徙啊 就是很小气 不肯施语 好 爱饱贪重 就是喜欢把 抠住自己的东西 好 那辛劳辛苦 如事致敬 好 无益随者 善恶福 祸福 追命所生 或在乐处 或入苦度 那 又或见善 这就是说 你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 他会随着这些 我想大家不用太在意 那个每一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要去大概知道说 他要讲的就是说 他会长出那个成心来 因为你不满 你不满足嘛 那不满足 你就会开始不舒服 好 那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 闹一个新闻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人是真的还假的 就是讲说 他 他又结婚了 然后他 他的夫家是要绑斗 有没有 我想大家一定有看过 那样子的新闻 那 当然很多人都会讲说 其实也没有那个人 那个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也许不是 真的有这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那个贪心所长出来的称心 那是很容易 那个连结是非常容易的 那个连结很容易就 就滑过去那里了 然后当你一旦称心起来 愤恨心就跑出来 那接下去就开始羞怕了 是不是这样 你就开始打架了嘛 好 所以 所以我们看这世界上的战争 也是这样 就是我要 我要你听我的 好 我要你服从我 或者是说 你要承认我比你大 或者是说 我要证明 我比你值得活 这样 就是这些吗 不是吗 好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也也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贪心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道啊 就是偷东西 就要道 哎呀 我不会啦 我没有 我没有偷东西的习惯 不是 你要知道 我们在讲这个贪心 或者说我们讲这个道的时候 它还包括了什么 你刚刚看到 我们再回来看日课 好 还 包括那种 去 比赛 去抢夺 就是 我比你重要 我比你重要 所以我要享受更多 包括什么呢 去到佛教的道场 也希望自己有一些特权 别人都只要停在大停车场 我可以停到那个 比较靠近大殿的地方 那个特权 因为我认识法师 或者我怎么样怎么样 这也是 这也是 那 如果人家给你很方便 说哎呀你因为 朱老师 你还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特别帮你准备了 但你要很谢谢 你要很谢谢 而不是说 你看 我很重要 不是这样 对不对 好 你说那个念头 会不会有 很多 很多时候 起来没关系 有这个念头没关系 不要让它长大 不要让它长大 好 那 接着呢 他说会又见善 真棒 就是说看到人家好 就去骂人家 好 这是我们常常 不 不 不思目击 好 看到人家好呢 不会去想说我要 跟人家一样好 而是想说 好 就是就去 就去毁谤他 或者是 说他的坏话 好 常怀道心 好 希望他力 用自攻击 就是说 常怀 希望呢 他有的那些好处呢 来给我用多好 变成我的多好 消散复取 好 那 这些 用完了 又再去拿 用完了再去拿 这样子 就一直要 要去拿人家的东西 他说告诉你 神明客室 这边谈的神明 应该讲的就是什么 颜罗王 因为我在这边都是警告 中入恶道 自有三途无量苦恼 三途就是 这个 这个出生 出生恶鬼地狱道 无量苦恼 辗转其中 累劫难出 痛不可言 这就讲的 又很 很严重的警告了 对不对 很严重的警告 好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电影 也都不乏 这样子的题材 告诉你说 其实就是一个 刚开始只是一个 很小的谎言 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处理 我的学生的时候 后来我有用 我的班会时间 给他们看了一部电影 好 那那个电影呢 的故事的情节 大概就是 就是有一个 在美国 就有一个 Prinston的一个学生 他 他 他 弹钢琴 弹钢琴 这个 打工赚钱 但是他会穿着 他们那个大学的 那个 夹克去 然后让 那些有钱的人 就会觉得说 名校出来的学生 弹钢琴 那他有一个朋友 他那天要手受伤 他没有办法去弹钢琴 可是这个 打工的机会 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他就 就 pass给他这个朋友 就说 你去帮我代班 那这个朋友就说 好啊 就帮你代班啊 所以他也穿他的夹克 可是这个 他这个朋友 不是Prinston 那他就去弹钢琴 那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 很有钱的老头子 坐着轮椅 来问他说 我看到你穿这个夹克 你是不是Prinston 学生 就在那一瞬间 他回答说 是 是 他回答说 是啊 他说那我 那我看你是 他们大概就认得说 那你是第几届 他就讲了第几届 他说 我儿子也是跟你同一届 你应该认识他 他说我不认识 他说但是 我儿子现在在 在欧洲流浪 在欧洲流浪 我就是 不务正业嘛 我希望他回来接我的事业 那我给你钱 我给你旅费 你去把他劝回来 他就接了这个工作 那那个电影就开始演 他这一个谎言 就接下去要用 更多更多的谎言来 掩盖 因为他从来没有搭过游轮 他觉得说 哇 好棒啊 不是很简单嘛 就去找一个人嘛 就去找到他 那我劝得回来 劝不回来 我也没有办法啊 对不对 如果劝不回来 我也是双手一摊 那但是我就赚到了船票 我就去玩了一趟 所有都是这样开始 他在船上 就碰到一个女生 然后 就等等等等 然后一路一路 这个谎言 到最后他杀了好几个人 他就是因为 心这个胃口就越痒越大嘛 那他怎么办 当场被戳穿的时候 那前面那些那些怎么办 那他现在已经 他已经在那样子的生活 是他以前从来没有 没有碰过的生活 他不愿意再回去 他那个小小的公寓里面 去打工赚钱 他觉得 哇 这有钱人的生活 真是好棒啊 这样子 住很漂亮的别墅 在那里度假 沙滩上 好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道心 就是偷道的这个心呢 不要只局限于说 我不会偷东西 其实我们会去想要 好 去想要 去占有 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东西的 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到 无底深渊去 这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要回来 那那你说老师那怎么办呢 那就尽量的 尽量的感恩于我们现在有的状态 这样子 懂吗 就是尽量 就是我们能够去检查 去谢谢我们现在有 而且我们觉得已经多出来有了 那我们还可以去分享给别人 那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 我不需要更多 没关系 好 我不需要更多 好 那 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 好 这个练习 是需要练习的 好 那我们都 我们都很困难 好 哇吃到一个 吃到一个蛋糕好好吃 赶快再去买十个来 好 为什么你要吃那么多 你们不怕胖吗 哎 我可以分给别人 分享 其实你就是很想 你很怕 我明天早上起来 又想吃的时候没有了 这样子 就是你就会察觉说 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中 它就是随时在出现的 好 不是离我们这么遥远 好 那 这个释迦摩尼夫就告诉你说 你你如果都不小心 就会被他牵着走 好 第三个杀到淫 对不对 那他开始讲 世间人民 相应即生 就是互相的因缘 绑在一起的 就是说你会 假会碰到乙 乙会碰到饼 好 那你跟你的 你跟你的太太会成为夫妻 你跟你的妈妈会成为母子 都是因为有一些因缘 好 寿命多少 好 寿命几何 好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 常怀邪恶 好 这个 不管你活得短 活得长 也都是因为这些因缘 好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 常怀邪恶 常念淫逸 就是 就是纵容 其实我们要讲这个因 这个因 不见得是 只局限在 当然主要还是讲的是 男女情势 但是 我觉得就是你纵容你自己的欲望 我想做什么 就是一定要满足到 不满足就 哇 烦恼凶中 那 邪态外溢 这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费损家财 视为非法 好 就做出来的东西呢 就不合乎法理 好 那所当求者 而不肯为 好 又或结交 聚会 或者是心兵相法 他讲的当然是世间的事 为了要强个女人 攻劫杀戮 强夺 胁迫 归己 妻子 急身 作乐 好 那这讲的就是说 你常常为了要 要满足 满足你的欲望 因为你 你觉得我 我有这个渴望 我就一定要满足 那不满足 我就全身不舒服 好 全身不舒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想大家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的生命中 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 的过程 好 就有这样子的过程 我记得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他有 他有一阵子就很喜欢看这个古装剧 像甄嬛传那种 所以他就 跟他的爸妈说 他想要做一套那样子的衣服来穿 然后 他小学生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学生就很喜欢 小学生不知道很喜欢那种公主装吗 什么 那那个小女孩特别 就是他喜欢这种古装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 很宠爱这个小孩 就 就努力的帮他去找 然后他问我说 有没有 有没有认识的人会做这样的服装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有没有问题啊 就是 你知道花很多钱 你去做那样一套衣服 然后呢 你什么时候穿 穿一次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就是遭受很多困难嘛 那时候我就给他一个建议说 你可以去那个 人家租那个 民族舞蹈的那个 那个服装社去看看 那当然他 他女儿当然不满足 那一阵子 全家闹的天翻地覆 全家闹的天翻地覆 为了那个女孩子要做 因为 因为就找不到 人家给他做 好 他问我说 你晓不晓得有那个 电视台做戏服的 好 你 当然你说小孩子 因为大人啊 就就说 哎呀 反正小孩开心就好 可是你要很小心这件事情 就说 你要知道 那他如果他胃口越来越大 那个什么时候是停损点 这个 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那父母对 对小孩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做 不做评论 现在你对你自己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都在这个课堂上 我们都在读 读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 我们要回来想一想说 那 我准备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好 那我要去过那个八宫得水 那个清凉甜美的那种生活 如果我 不小心 如果我没有很用力的 把我这种 欲望不满足 就会火烧全身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不把它清干净 我怎么去得了 我还是要强调 这个杀到淫望 这个淫不只是讲 讲男女情事 你说我说 我们都这把年纪的 实在是没有那个什么 我们都中性了 现在讲的不是只有那个部分 现在讲的是说 你那个欲望 你想要东西 然后你想要做什么 非要做到不可 你知道很多中老年人也是这样 是不是 你不让他 那时候疫情期间 你不让他出去 他非要出去 你叫他戴口罩 还是不要戴口罩 这也都是 你就是没有办法 克制住你的渴望 这个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 所以我常常在 这样讲啦 一个月之前 我们在讲到这一张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 把这张讲过去 因为这张 这一张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释迦摩尼佛在分析我们给主尼勒菩萨听 那就是他看到的我们 那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面对他所细数出来的我们 那我很怕的就是说 就是说在讲杀到营望的时候 一讲到营就是说 那男女是不是只有那个 我们的欲望不是只有那一层 我们的欲望还有很多 我非要不可 大家都去天原公看樱花 我一定要去 再怎么删车我要去 那去到那边下雨 樱花都没有了 难过死了 难过死了 为什么不是昨天来 礼拜三天气那么好 为什么我礼拜四来 礼拜四下雨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能力让我们的渴望 让我们的渴望 有可能落空 而我可以心平气和 那我们的生命绝对是痛苦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这个营欲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的 你纵容你自己的欲望 你让它燃烧燃烧 然后更加的燃烧 我就是要到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 排队排 排队排十个小时 我要买到那一双布鞋 这种这样子的 培养 或者说你的人生的那种 养成 那我们要讲培养 就养成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知道你后面要受的苦 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因为我们真的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会面对怎么样的事情 我跟各位分享过了 好我最我的人生当中 我最清楚 现在印象中最清楚的就是 我结婚 怎么一直没有小孩 我怎么生不出小孩 就是那个时候我26岁 这样懂吗 那我当我面对到我的我的身体状况是没有办法生小孩的时候 那就是晴天霹雳 就死了算了 对不对 就怎么会这样 好那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我也我也给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去思维 很长一直问我自己说 那你到底痛苦的痛苦什么 你痛苦什么 好就是说 就是说到底到底你你在难过什么 就是这个想要有然后没有得有 而且我也不要去领养 我不是不是说一定要养小孩 就是要有我自己的小孩 好 最后最后我听到的声音是说 为什么别人都有我没有 我听到我自己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什么叫做别人都有 那别人有很多东西难道我都要有吗 好那我那时候我觉得 哦好可怕 原来朱玲玲你是这样一个人 你是会有一种念头 说别人有的东西 我也一定要有 那很可怕 所以我当下我就醒 我就要勇敢的去接受我的命 我的命 我的生命的内容 跟别人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 好那所以 我记得那那那 前前后后三年的时间 真的很痛苦 因为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好那好 今天今天不是说你去买一个买一个什么什么皮包 或是买一个鞋子这样 你生命一定会碰到一个你真的要不要要不到的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修行 或者说我们这样念佛 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我们要学习的是 我察觉到生命的无常 我们察觉到这个缘起信空 我们察觉到所有的因缘和合 好 所以我没有拥有什么 我只跟什么东西相遇 对不对 那会相遇 会分散 都是因缘所生状 好 那相遇的时候很开心 很开心 我珍惜这个状态 那分散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很平静的去接受这样子 所以有跟没有 在生命当中 都是我可以接受的东西 那我就会变得很强壮啊 因为我就不怕 任何事情都不怕 好 那所以我们多花一点点时间 来跟大家开展 这个杀到淫忘的 的这个范畴 好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 更能够接受说 我们要好好的去小心 好 当然旺 旺谈的是口业啦 旺就讲的是 两舌恶口望眼跟奇遇 好 那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好 比较没有问题 那就说 这个他会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两舌就是搬弄是非嘛 就跟这个说说 跟那个说说 那恶口上就是 用比较粗暴的语言的态度 来对别人 那望眼呢 就是就是说谎 那旺语是什么 旺语可能我需要跟大家 大概讨论一下 那旺语我们看起来 旺这个字看起来是美好的 漂亮的 好 那你说老师 那讲好话不好 好 讲好话 你是真心的吗 还是你可能你这个好话会害了别人 你如果不是真心的 所以赞美这件事情是要真心的 要真心的 好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 这有一些 这个儿童心理学学家讲说 你不要赞美 你不要赞美一个小女生 她漂亮 因为漂亮不是她努力来的 你说 哈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犯这个错误 你知道我看到那篇报道的时候 我就想这就是奇语 对不对 对不对 漂亮 漂亮 是她天生的吗 是不是 而且 漂亮没有办法维持永远吗 是不是 对不对 那 那你要很用力的去赞美什么 赞美她的品格 她所努力的结果 当然不是说她很漂亮 你讲她不漂亮 而是不需要去强调她的外貌 那你看那些 把自己脸美得一塌糊涂 变很丑的那些女人 不是都是每一个人都说她漂亮吗 尤其是现在 网路上 我也是网路上的人 那时候我是忍不住要讲 那已经美成塑胶脸了 还是一大堆评语讲说 动灵美魔女 我就觉得 这就是奇语 这就是奇语 你知道你会害那些人 他继续去 继续去把自己搞得很可怕 最后就变成一张塑胶脸 中外都一样 就是你活在 你觉得这种赞美 这种外在的赞美 好 那 说好话不是让你 不是让你 做这种盲目的赞美 好 好 那 我们来看看 她说 这个 正 正就是讨厌 嫉妒好的人 那败坏贤民 她讲说这就是两舌 这两句话就讲 就是两舌 故意把 故意把人家好人呢 就故意讲 讲她的坏话 或者是 或者你知道她的黑历史 然后就拼命告诉别人说 哎呦 你不要看她现在人模人样 她以前怎样 不要讲嘛 对不对 两舌 不孝父母 亲慢失掌 这讲的是恶口 就是 就是对 没有尊敬 长辈 好 朋友无性 难得诚实 好 就是 这是讲的是 说谎话 忘 好 尊贵自大 为己有道 好 那这个要讲 自其语 好像有点牵强 就是说 你就是在 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 的地方在批评 就是在评于别人 这个要小心 好 横行威势 轻易于人 好 就是 去侵犯别人 好 欲人敬畏 不自惨拒 好 希望别人 能够尊敬你 好 希望别人能够尊敬你 然后自己呢 并没有惭愧心 好 难可详化 常怀娇慢 好 所以她告诉你说 这样 这种口业都来自于娇慢 参成吃慢 乙慢 赖其前世福德 盈护 如果是她的累世 有修一些福德 福德 那 金氏为恶福德 灵灭 你也会把这些福德 给用完 好 那寿命中进 诸恶 绕回又回来 对不对 好 又其名吉记在神明 又是神明 这讲又是 又是阎罗王 好 你这些事情 都会被记下来的 殃就牵引 无从舍离 没得逃 好 但得前行 入于火 就是 那个油锅 身心吹脆 神行苦疾 好 当思之事 悔复何疾 到那个时候 你再来反悔 就来不及了 好 好 我刚刚要讲 说那第五个 这个九 是怎么回事 好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是我大概做一个前沿 那我们下一次呢 再好好来讲这段文字 我觉得酒 那当然很多 很多老师会跟你讲说 那个酒界 就是因为 佛陀 佛陀在世的时候 因为 就发现 僧团 那本来是没有这个酒界的啦 然后后来呢 僧团里面呢 就有 就有这个 这个 比丘呢 喝酒 然后以后呢 就行为失控 行为失控 所以就 就立了这个酒界 你看《无量寿经》里面 他在讲这个酒界 他讲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行为失控 好 就是说 你不管 为什么会有这个酒界 就是酒这个 这个 这个饮品 其实当然 这个是 这个时代 我们当然知道 除了酒之外 还有很多毒品 好 那就是说 你会喜欢 让自己 去做 去变成一个 不是平常你自己 就让自己失控 这样子吗 你有没有常听到 有人讲说 某某人啊 就避暑 好 喝两杯酒呢 就会开怀的 他就会有说有笑 有没有 你有听过这样吗 对不对 好 两杯 几杯酒下肚 他就很会唱歌 平常都不唱歌 所以你说 老师那酒没有什么不好 不是可以让人家放松吗 可以让人家 好像到这里都不错 对不对 到这里都不错 那也有一些 这个心血管的专家 讲说 每天喝一点红酒 可以让你的血管扩张啊 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啊 然后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等等等等 好 这都没有错 这都没有错 问题就是说 你可以控制在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是把酒当药来喝 我觉得这很OK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在座有一位老菩萨 他把酒当药喝 每天只有喝20cc 他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喝酒 他是为了致病 他相信那个酒 每天20cc 喝完就睡觉 你如果可以这样 酒不是坏东西 酒本身不是坏东西 那么在五界里面 讲的这个九界是什么呢 是 你会 你是不是一个 喜欢借着这样子的外在的 呃 饮品或者是药物 让你自己 变成不是平常的你自己 就是忙啊 这样子 这样子吗 忙的时候呢 什么东西 唱歌就唱歌吧 那种熏熏的感觉 真好 这世界一切都美好 然后忘掉了烦恼 业绩压力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烦恼 第二天醒来 那些烦恼还在啊 所以你就很想念 那个忘记烦恼的 那样子的酒醉的状态 这样子听懂了 所以 酒界是什么意思 是说 你不愿意 去真实的面对 你自己 你喜欢 借助外在的 药物 来放纵你自己 本来不是你的样子 你喜欢那个感觉 这个是很危险的 好 所以有另外一种讲法 好 我最近看的 那些 从 清末 明初以来 这些研究 人间佛教的 这些 这些大德们 他们的主张 我觉得有一个主张 很有意思 他讲说 这个酒界其实是前世界 加在一起 也就是说 你喝了酒之后呢 因为你行为失控嘛 所以杀到 隐忘都会 都会出现 有没有 就是 酒后 乱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有 你这样子 觉得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没有道理 你看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是喝了酒之后 一言不合就像杀了 有没有 就哥哥杀弟弟 就 恶口 称恨心 等等 所有嫉妒心 通通都 本来你都可以去 抚平的你自己 但是喝了酒 就失控了 就失控了 那失控可能前面 那些恶事 都一起做出来 所以他讲说 这第五届是包含了 前面世界 所以它是一个最 它是一个最严重的部分 好 那如果在座有朋友 是 读这个 是福祉团体的朋友 那我听说的啦 听说这个 这个 福祉他们在 受五届的时候 好 说你要选 你可以五届都 都都持 就是说我 我从现在开始 杀到阴望全部 我努力的借 如果你只选一个 开始的话 好 那要选 什么 酒 很有意思 我第一次听到 我想说 酒 酒不是很简单吗 我们 我们就不喜欢喝酒的人 不是很简单吗 那为什么是酒呢 我觉得 那就是因为 我听到我的朋友 这样子讲之后 我就努力的去 去找说 为什么是酒 为什么是酒 就是 你把酒界 把它守住之后 那么就会怎么样 就是你要求你自己 永远都在很清醒的状态 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 你都清楚明白 这个才是要求的重点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跟各位分享 这个杀到阴望酒 这五个 我的心得啦 那 也许各位有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 我这样子 这样子去 整理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 佛教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对人类的行为 是这么透彻的了解 好 那我们通通都被他照顾到 就没有 没有漏失掉什么 那所以我们就在这条 康庄大道上面 慢慢走 慢慢的修行 慢慢的改 对不对 好 那 也不要那么的 难过说 那怎么办呢 我这 不小心就吃到 麻油 猴头菇 那个包 那个冷冻包 里面有米酒 那不是你故意要去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故意要去 去追求那个 麻醉自己的那种 那种感觉 我们从这样子做起 好 就像我们讲说 杀杀杀这个念头 杀这个念头 我们从哪里做起 我们不小心 害了别的众生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有抱歉 有对不起 帮他念神往生走 我真的是 不是故意的 好 而不是说 那个那个 那个拖鞋 打下去 哇 过瘾 不是这样 从那里变到这里 对不对 那杀盗 隐忘 我们就依此类推 把我们的生命 清得比较干净一点 比较甜美一点 就轻松愉快一些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搭上那个去西方 极乐世界的那个班机 不是说 我拿出我的作业 说我念了千万遍了 所以我得 我一定可以 可以上飞机 不是这样子 是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把自己清得好好的 我们做了 做了我们这一生 可以努力的 的部分了 那我们就相信 就算这一生 我 我在最后 离命中了的时候 还是被我的 的牵判 给拉 拉去了别的地方 但我相信 下一次 再下一次 我慢慢清 慢慢清 我一定可以清得好 那我这一次 开始努力的时候 这些种子撒下来 我下一次 一定可以更快 这就是基础 对不对 好 那我就 新年的第一堂课 就这样子 让我们一起努力 也祝福大家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就是不管 我的累世 带来什么样的恶业 那我们就努力的 这一世 能够怎么样清 就怎么样清 那清多少算多少 那一定有 一定有成效的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大家 那我们邀请大家 一起来 回向 好 请双手合掌面向上 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名了 不愿醉胀 稀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愿以今日大众 共学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解脱三界骨 吸发菩提心 也回向给 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世界上各种天灾 人祸的受难者和救援者 愿离难的人 早生西方极乐世界 受伤和生病的人 早日康复 救护的人 愿平安五世 回向给法界众生 希望大家都能够 希望大家都能够 适事遇见佛法 早日成佛 欧弥陀佛 向上一问讯 向祖师大德们一问讯 大家相互问讯 谢谢大家 晚安 我们下礼拜见 同志 转鞋